飞飞受伤了,真的,真的很受伤。 飞飞很爱画画,也很爱树林。 莫瑞老师对全班同学宣布, 放学后请找一棵你很爱的树, 仔细观察它,看看它的树干,树枝和叶子。 明天你们要凭记忆把树画出来。 飞飞早就有最爱的树了, 那是她家旁边树林里的一棵大大的举树。 每当她觉得生气或难过时, 只要爬到树上,怒气和悲伤就会消失无踪。 光是走向她的树,都让飞飞觉得很棒。 她深深地,慢慢地,呼吸着。 她非常仔细地,注视着她的举树。 树干底部很粗,顶端细细地,像一个长长的三角形。 树枝直直地向外伸展,枝头弯弯曲曲。 飞飞一边爬树,一边感受双手下光滑的树皮。 她凑近树皮,树枝和叶子,观察着。 抬头向上看时,她看见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飞飞坐在高高的枝头上,抱着树干,记住这所有的一切。 接着,她爬下树,带着她的记忆回家。 第二天上学时,飞飞很兴奋。 她知道她的画,会让大家知道她有多爱这棵树。 她可以从心里看到这棵树。 可是,当她用灰色画树干时,树看起来暗淡又悲伤。 这感觉很不对劲。 我的树一点都不悲伤。 飞飞心想,我该怎么画呢? 飞飞用松石栏画了她的树。 哇,现在树不再悲伤了。 但她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树是蓝色的,那天空会是什么颜色? 飞飞把天空涂成橙色。 现在,树从背景中跳了出来。 举树看起来棒极了。 就像这棵树给她的感觉那么棒。 可是,只用绿色画叶子,看起来太暗了。 飞飞记得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模样。 她试着把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块。 她甚至知道这种颜色的名字。 苹果绿,没错。 还能怎么让树看起来更美呢? 她在树的周围涂上黄色, 就像树正在发光似的。 她还在这棵闪亮的树上, 加上了她在树林里看见过的动物。 哦,飞飞现在真的好快乐。 小安看着她的画。 飞飞,你的树画错了。 她说,真的树才不是蓝色的。 你还画了呆呆的橙色天空。 小安说,每个同学都痴痴地笑了起来。 我们要画真的树呀,飞飞,你画错了。 飞飞感觉自己的脸变得很热。 她低头盯着自己的球鞋, 感觉眼泪一滴一滴从脸颊滑落。 她真想立刻消失, 每个人都在偷笑和议论她。 她为什么会全都画错? 她讨厌她的画, 她讨厌画画。 突然,墨瑞老师走过来了。 怎么了,飞飞? 她问。 她画错了。 小安说, 她的画颜色超怪。 墨瑞老师露出微笑。 飞飞, 跟我们说说你的画吧。 她说, 这是我最爱的树。 飞飞难难地说。 我照老师说的观察了树, 树枝直直地向外伸展, 枝头弯弯曲曲。 树叶的形状是锯齿状。 我本来用灰色画树干, 可是那样它看起来太悲伤了。 飞飞的声音变大了一些。 所以我把树干画成松石栏, 因为那棵树就给我这种感觉。 是什么样的感觉? 墨瑞老师问。 一种很棒, 很坚强的感觉。 是的。 墨瑞老师说。 我看着你的画时也感觉到了。 老师把飞飞的画 拿起来展示给全班同学看。 这是举数, 对吧,飞飞? 飞飞点点头。 她觉得好一点了。 可是树不是蓝色的呀。 小安说。 那倒是真的。 墨瑞老师笑了。 飞飞很仔细地观察, 然后画下她看到的。 老师继续说道。 飞飞用颜色来表示她的感觉。 跟我们说说你的画吧, 小安。 墨瑞老师说。 这是一棵松树。 小安说。 她的身体弯弯扭扭, 树皮斑驳, 松针细细的, 很扎人。 飞飞指着树根说。 她的树紧紧抓住底下的山坡, 好像永远永远都不会放手。 说得对。 墨瑞老师说。 也许那代表小安对她的树的感觉。 她举起这两幅画。 两位艺术家都很仔细地观察了她们很爱的树, 然后画下非常不一样, 也非常特别的画。 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画都放在地板上, 找找看每幅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和别的画有哪里不同。 下回画画时, 也许你们可以用得上这些发现。 飞飞看着自己的画, 看了很久。 小安也看着她的画。 你的树看起来的确有点开心。 她说。 我也喜欢你的树, 紧紧抓住地面的样子。 飞飞回答。 放学后, 飞飞走到她的树旁。 这次她不再感到生气, 难过或受伤了。 飞飞很爱画画, 也很爱她的树, 而且她喜欢当飞飞。 全书完 为这个小小轮装从 正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